MING PAO TORONTO 嘿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 我是迪迪老師 今天很開心又要在空中跟大家一起學習好用的多一件必考單字 那我們今天節目是第68集 單字編號是343到347 那這個禮拜在影片上架的時候 應該已經是開學第二週 經過一個禮拜的摧殘 不是 經過一個禮拜的學習 不曉得大家是不是適應了怎麼樣 那在節目上架的時候 我們的新單元 也就是一分鐘宣英文 應該已經進行到第四集了 因為我們每個禮拜的一到四都會更新一次 所以前兩個禮拜應該已經更加第十次了 希望大家可以不另給我們一些指教 也希望大家喜歡 那過去我們雙語中心的官方帳號 再去訂閱一下 按讚一下 加個小鈴鐺 那給我們一些支持鼓勵 那也真的是很開心啦 這麼多老師可以一起來完成這份工作 我覺得真是一件很新鮮有趣的事情 今天跟以往一樣也是要介紹五個好用的單字 那在節目正式開始之前 就要先帶著大家把這些單字先唸一遍囉 第一個字 SEAS SEAS 第二個字 是 conco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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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個字 ver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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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個字 ar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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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個字 ampl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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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謝我的好友 etjson 為大家整理這900個多億必考單字 完整的單字表一共有10個類別 etjson的個人網站請搜尋 國藝老師或國藝英文器官科學院 相關網址請參考影片說明 所有的例句取材自Yahoo!線上字典 與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Online 同學只要在字典網站中搜尋我們列書的單字 就可以得到更多的例句以及其他的相關訊息 第一個單字 資訊要爆量 它叫做seize 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抓取或截取的意思 像老外都非常喜歡講那句話 叫做seize the day 叫做把握今天 那個拉丁文叫做copy diem 或是有人念的copy diem 好啦 那不重要 因為我們不是在學拉丁文的 那麼我們就直接進入到這例句 嚇嚇大家 Yahoo!一共有8個例句 不過每個例句都很短 李老師是想要刪減掉一些 不過想說看一看 好像每一個好像都是有意義的 所以我們就那個性子把它學完 事實上今天也只有這個單字的例句量比較多啦 那第一個例句說 the police cease and escaping convict 所謂的convict就是已經判刑確定 他已經不是什麼嫌疑犯啊什麼東西的 他就是已經確定他是罪犯的人的 甚至是已經被逮捕了 the police當然是警察伯伯啦 seize呢就是抓到了 escape 那我們鍵盤上面左上角都有一個字 叫做esc嘛對不對 escape就是逃脫 所以escaping就是正在逃脫 或是逃脫當中的 convict就是所以已經是罪犯的 所以整個句子呢 the police cease and escaping convict 就是警察抓住的一個在逃的逃犯 第二個句子呢 he sees her hand and shook it heartily seize her hand就是他抓住他的手 很像流行歌裡面的歌詞啊 shoot s-h-o-k 就是應該說是握手的握嘛 那以前我們就是shake hands 知道就是握手 那shook it 不是用去甩他喔 握手上下擺動這樣的動作 heartily呢可以指的是開開心心的 heart不是我們的心嗎 發自內心的跟對方握手 所以整個句子呢 he sees her hand and shook it heartily 就是說他拉住他的手很高興地握著 看起來是一種相見歡的畫面喔 第三個句子 the enemy sees the town after a violent attack enemy自然就是敵人或敵方或敵軍 seize the town tow 可只是這個城鎮 那所以他們佔領的這個城鎮 把他抓住的齁 就是獲取的這個城鎮 after a violent attack violent 就是非常的暴力的猛烈的 attack 就是攻擊 所以整個句子呢 the enemy sees the town after a violent attack 就是經過一輪猛攻以後 敵人佔領了這個城鎮 第四個句子 the customs officers seize the smuggled herring 那customs 就是所謂的海關 officers當然就是官員啊 那海關的人員 海關的官員做了什麼事呢 seize 在這裡是把他抓住 事實上就是沒收了齁 沒收了什麼東西呢 the smuggled s-m-u-g-g-l-e 這個字就是走私 那在這裡是用被動式齁 所以是用過去分詞 the smuggled herring herring 就是非常一己毒品啊 海洛因啊 如果這樣通過去 那可不得了齁 所以整個句子呢 the customs officers seize the smuggled herring 就是海關的官員 沒收了這些走私的海洛因 第五個句子 he seize the chance of a trip to Singapore 這就跟剛剛李老師講的 seize the day意思是一樣齁 seize the day是抓住今天嘛 就是掌握今天的意思 所以掌握一個機會也可以用seize這個動詞齁 那he seize the chance 就是他抓住這個機會 of a trip 就是走這麼一趟 去哪裡呢 to Singapore 去新加坡 所以他抓住了那次去新加坡旅行的機會 換言之沒有給他放掉齁 有人說要不要去 還是說要不要去那邊出差 幹嘛的 他說好 那就一口氣就答應了 那就真的走啦 叫做he seize the chance of a trip to Singapore 第六個句子 he was seized with a slight attack of fever 倒數第三個字的attack 在這裡不要翻譯攻擊 而是指的是那個 某些症狀發作叫做attack 就像我們講說心臟病是heart attack一樣 那fever呢就是發燒 所以也就是說 那前面講說那個形容指是slide 就是輕微的嘛 所以a slight attack of fever 就是輕微發燒 所以he was seized 字面上就是說 他被這種症狀給抓住的齁 很像是像是一個鬼一樣 他把你給抓住的 被這種病給產生了 叫做he was seized with a slight attack of fever 就是他有輕微的發燒 看起來有點發燒 就這樣子 倒數第二個句子 he was suddenly seized with panic 剛剛講說 如果把後面的症狀或狀態 當成是一個實體一樣 他會把我抓住 所以如果說我被 seized 就是我現在有這樣的困擾 什麼樣的困擾呢 he was suddenly 突然 seized with panic panic這個字就是焦躁 焦慮緊張 所以呢 he was suddenly seized with panic 字面上好像說 他突然被焦慮 也就是說就突然感到驚恐萬分 然後突然就覺得緊張情緒都上來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yahoo的最後一個例句 we seized on his remark and regarded as a promise seized on something 抓住某樣東西 抓住就是不要去放開囉 his remark就是他 對某些事情所發表的評論跟言語 所以我們抓住他所說的話 那你講囉 那我就抓住囉 我就不會忘掉囉 不要等一下要反悔 所以呢 and regard it regard就是把它當成什麼東西呢 it指的就是前面的remark as a promise promise是什麼 承諾 所以整個句子呢 we seized on his remark and regarded as a promise 就是我們抓住他的話 然後就把它當成一個承諾 所以他再劃壓了 就不能再反悔囉 yahoo的例句講到這個地方 那我們繼續 enormen就只有一個句子 事實上 enormen有很多東西可以看的 但是因為前面句子已經夠多了 我就只舉一個例子 這裡講什麼呢 the rebels have seized power rebels可以指的是叛軍 rebel這個字動詞的話 當然就是 叛亂啊 就是反抗的意思 那在這裡的rebel可以翻成 就是所謂的 就是叛軍 一個國家的叛軍 然後呢 叛軍怎麼樣呢 have seized power power只是權力 換言之 他們已經掌握到權力 他們已經掌權了 他們已經推翻政府成功了 推翻成功以後 就不叫叛軍了 以後就是政府了 所以整個句子呢 the rebels have seized power 那些叛軍 已經掌權了 好 第一個單字的大工程終於結束 那我們繼續朝第二個單字前進 第二個單字可能是大家以前比較不熟悉的 叫做concoct 字面上的意思 你可以翻譯成條字 某樣東西 當然你也可以只是捏造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例句就比較好懂 那這裡面 lonemade一共有三個例句 那第一個句子說 john concocted an elaborate excuse for being late 中間有一個字 李老師很感興趣 叫做elaborate elaborate 可以指的是某樣東西的精心設計 精心策劃的 那前面concocted 當然指的就是 這個字的過去式 所謂的編造 捏造 那捏造一個精心設計的什麼呢 excuse 就是所謂的藉口 為了哪件事情呢 for being late late自然就是指的是遲到 所以整個句子呢 john concocted an elaborate excuse for being late 就是 john為了遲到的關係 而捏造一個精心策劃的藉口 當然老師聽的可能是不太開心的 第二個例句呢 john concocted a great meal from the leftovers 很厲害的一個事情 john 人名嘛對不對 一個女子名 concocted就是做了什麼東西 從把某個東西給做出來 做了什麼 a great meal 一道美味的餐點 或是一頓飯 那great meal 很棒的嘛對不對 然後呢 從什麼東西做出來呢 from the leftovers 這個就不簡單的 從什麼東西做出來 from 然後呢 leftovers這個字 我們都知道 l e a v e leave 這個字是剩餘或遺留 你吃飯完所剩下的東西 叫做leftovers 所以什麼叫leftovers呢 就是剩菜 也就是說他的鬼斧神功把剩菜 變成一頓美味的餐點 叫做jean concocted a great meal from the leftovers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第三個例句 debbie started the business by concocting recipes in her kitchen 她開始做起生意起來了 怎麼做呢 started the business 她的生意是從哪個地方開始的 藉由什麼動作叫做buy recipes的話就是所謂的食譜 在哪裡呢 in her kitchen 所以就是在廚房裡面一邊煮菜 一邊把食譜給寫下來 就這樣開啟他的生意了 叫做debbie started the business by concocting recipes in her kitchen 那這個我們不太熟悉的單字 就講到這個地方 我們繼續朝第三個單字前進囉 第三個單字在商務上 以及寫成是的時候都非常的重要 這個字叫做verify 那李老師年紀小的時候還以為 這個字跟very much的very是有關聯 然後後來發現並不是這樣子 very這個字可以叫做證明或是證實 或是一個驗證的動作 那它是一個動詞 那如果名詞型 大家看一下螢幕 它叫做verification 就是一個驗證的動作 所以有些時候你在電腦裡面 你在某個系統下你輸入你的帳號密碼 或是你的一些相關的重要資料的時候 你輸進去它正在處理 它正在驗證當中 而那個驗證的過程叫做verification 那如果某樣東西是verifiable 後面去y加able 這個字就是可以被驗證的 那當然就是說東西就必須要是這個樣子 比如說一些選書上的東西 必須要可以被驗證 才能夠被接受 好那我們直接進入到雅虎的例句 這裡一共有三個句子 那第一個句子說 her prediction was verified 他預言的一樣東西 prediction 就是預言 那你預言的東西 不是你說而算啊 對不對 接下來人家把資料給叫出來 結果這件事情還真的發生了 叫做 her prediction was verified 他的預言得到了證實 第二個句子 it was easy to verify his statement 你覺得他講的話 你不管是喜歡還是不喜歡 總而言之 it was easy 這很簡單 怎麼樣呢 to verify his statement 他講的話很容易就驗證了 他說 這個水不能喝 他說那個菜不能吃 他說那個疫苗打了以後對身體好 沒關係 都有科學的方法可以去驗證 叫做他講的話可以被證實 statement就是他講的話 他的主張 他的聲明 所以呢 叫做 it was easy to verify his statement 就是他講的話很容易被驗證 Yahoo的最後一個例句 before the bank was willing to lend him money he had to verify that he was the true owner of the house 後面是 呃 就是條件的句子嘛對不對啊 因為前面是說 在什麼什麼之前 後面這些事情得先發生 所以實際上是 後面那事情是一個條件的句子 那前面是怎麼樣呢 在某件事發生之前 在什麼事情呢 before the bank bank就是銀行 was willing to be willing to就是願意嘛 lend him money 就是把錢借給他 lend這個字 記得不要跟borrow搞錯了 lend就是把錢給人家 然後呢 後半部 他們的要的先舉條件 it had to 那個it指的就是銀行 銀行得要幹嘛呢 had to verify that 得要確認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看到verify這個字 可以直接接一個that字句 後面接一整個句子 he was the true owner of the house 他是這間房子真正的持有者 ok true owner of the house 所以你要拿這個房子來抵押 來跟我借錢 前提我得先知道 你真的是這這棟房子所有人嘛 對不對 所以因此一定要經過一個資料 驗證的過程 整個句子 before the bank was willing to lend him money it had to verify that he was the true owner of the house 就是說 欸銀行得先知道一下 他是這棟房子真正主人 才有可能借錢給他啦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lendman 給的一個例句喔 他說 his statement was verified by several witnesses his statement就是他的 也許說他是某他的聲明 或是他的證詞 怎麼了呢 was verified 被誰所證實的呢 by several witnesses witness 就是所謂的見證人 ok 或目擊人 目擊證人 他說他撞到他 欸 或是他說某些事發生 我問一下其他的目擊證人 欸 真的是有這回事 sever就是好幾個 所以整個句子很好懂 his statement was verified by several witnesses 就是說他的證詞被幾個目擊證人 所證明啦 好的 第三個單字就講到這個地方 我們繼續朝第四個單字前進 第四個單字挺特別 因為李老師在做一些翻譯工作的時候 常常會翻譯到這個字 叫做arouse 這個字跟rise是有相關的 rise是往上升嘛 那如果說是arouse 就是把某樣東西 本來是沉下去的東西給往上升 好比說你內心有一些沉澱的心情 結果我讓你獻起一個念頭 叫做arouse 或者說你這個人正在睡覺 我把你給喚醒了 也叫做arouse 這個字當動詞可以翻譯成引起 或者是喚起 喚起你的覺醒 怎麼樣 這類的字我想說應該 在一些新文英語會常用 那我們就直接來看一下 Yahoo給的例句 那第一個例句說 you arouse my curiosity 這個講法應該是很實用的 大家都很常這樣講 you arouse 我剛剛說arouse 這個字可以只是 喚起某個想法 讓你升起某個念頭 對不對 you arouse my 什麼呢 curiosity 以前我們學過curious c-u-r-i-o-u-s 這個字是好奇的 那如果說curiosity 就是你這個人對某件事情的好奇心 所以整個句子 you arouse my curiosity 你講了這些話前 你讓我引起我的好奇心了 叫做you arouse my curiosity 第二個句子 they arouse me from my deep sleep they是誰不曉得 或是什麼東西也不曉得 arouse me 讓我從什麼東西給喚醒起來了 from my deep sleep 把我從深邃當中給叫醒了 能把一個人從深邃當中叫醒 可見應該是非常吵的東西 叫做they arouse me from my deep sleep 他們把我從深邃當中喚醒了 第三個句子 I was suddenly aroused by a slight noise 我突然被一個細小的聲音給驚醒了 suddenly就是突然 arouse跟剛剛講一樣 就是所謂的被叫起來啦 slight就是輕微的 noise就是所謂的小小的聲音 或是噪音 所以by a slight noise 就是被一個小小的聲音給怎麼樣呢 突然 suddenly arouse 被突然叫醒 所以整個句子 I was suddenly aroused by a slight noise 就是我突然被一個細小的聲音給驚醒了 那Yahoo的最後一個例句 the picture arouse a feeling of disgust in me 這個畫面怎麼樣呢 arouse a feeling 就是喚起了這樣子的感覺 什麼感覺 disgust 就是所謂的噁心 或不愉快 或厭惡 在我的內心深處隱密 所以整個句子呢 the picture arouse a feeling of disgust in me 這幅畫喚起了我內心深處 一種厭惡的感覺 或是一種噁心的感覺 看來那幅畫的畫面是不太好的啦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lomen 唯一的一個例句 他這裡說 his strange behavior aroused my suspicions 最後一個字的suspicions 所謂的叫做懷疑 或是質疑 那前面呢 his strange behavior 是他的怪異的舉動 behavior 這個字我們講過了嘛對不對 aroused my suspicions 所謂的 唤起了我的懷疑 引起了我的質疑 所以整個句子呢 his strange behavior aroused my suspicions 就是他奇怪的舉動 引起了我的懷疑 好 第四個單字很快就結束了 那我們今天來看一下最後一個單字囉 即將進入到最後一個單字 叫做amplify 這個字 我想我們如果說去使用一些音響設備 好比說我們語言教室裡面 都會有一台機器 大叫am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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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那個東西 我們都知道中文叫做擴大機嘛對不對 然後呢amplify這個字 就是把某個訊號給放大 這樣的概念 訊號放大 這是個動詞 放大或是加強 那本來講不清楚的東西把它講得清楚 也可以叫做amplify 等一下從例句裡面就可以看到 那衍生單字呢 第一個字amplitude 這個字就是所謂的訊號的強度 就是所謂的 我們在講波形的時候的話 有講頻率嘛對不對 但是在這裡講的是 那個叫做正幅 你知道嗎幅度 波的幅度叫做amplitude 那如果說第二個字叫做amplifier amplifier是一個裝置 就是我們剛剛所謂的擴大器 也許是把麥克風的前級擴大 或是喇叭那邊的後級擴大 什麼東西都可以 這就是一個擴大器 訊號的放大器 叫做amplifier 那如果說是amplification 就是指的是這個訊號放大的動作 或是這個過程 叫做amplification 然後呢剩下的補充一個字 就是說我們廣播裡面 有所謂的am跟fm對不對 那am就是所謂的amplitude modulation 所謂的調整你的幅度 amplitude modulation 好吧這以上這幾個字 衍生單字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我們就直接進入到yahoo給的例句 yahoo這裡面一共有三個句子 第一個句子說 an electronic device amplified the speaker's voice an electronic device 就是所謂的電子設備 或者是那台擴大器 麥克風只負責收你的聲音 真的把你的聲音變大了是什麼 擴大器啊 所以整個句子 an electronic device amplified the speaker's voice 電子設備 放大了演講者的聲音 第二個句子 let me amplify my earlier remarks remarks就是 剛剛前面有講到 remarks就是 你之前所講的話 一個註解 或是你講的話 那let me amplify 就是說也許你覺得我之前講的話 不夠清楚 很像是訊號過小聲一樣 沒關係 我現在把訊號放大 我們把話講清楚 叫做 let me amplify my earlier remarks 就是說 我現在來詳細說 我之前所講過的話 我之前可能只是隨口講過 或者是約略提一下 鋪個梗而已 但現在我來仔細跟你講清楚 叫做 let me amplify my earlier remarks 那yahoo的最後一個例句 he amplified on that point 也是一樣 amplified在這裡 也可以指的是 進一步闡明 它在裡面 它就當成一個不及物動詞 前面講說 amplified my earlier remarks 它是一個 進入動詞的用法 在這裡是當成一個 不及物動詞 就是amplified on that point 在那個點上 進一步的闡明 進一步的講清楚 好我們今天的最後一個例句 是來自於loman的例句 這一個句子很短 它這裡說 this story only amplify her fears 你要講一些故事 它安撫它 結果你講那些故事 講完以後 那些故事 this story這些故事 只是怎樣呢 amplified her fears fears就是所謂的恐懼 amplified就是放大 只是加深了它的恐懼 並沒有達成療效 並沒有安撫的作用 結果只讓它感到更害怕 叫做 these stories only amplified her fears 好了很開心 今天的節目又完成了 又完成了一回喔 那在節目結束之前 還是帶著大家 把這些單字再唸一遍喔 第一個字 seize 第二個字 concoct 第三個字 verify 第四個字 arouse 第五個字 amplify amplify 在學習的第二周 希望大家 進行的一切都很順利 那還是一樣 如果覺得單字量很大的話 善加利用我們的時間碼 進行跳轉 然後呢 還是一樣 我們的一分鐘軒音舞的單元 請大家多多去捧場 我會把連結放在檔案說明這個地方 那我們就下次再聊囉 拜拜 我可以坐在一起 我們聽到 我們可以坐在那裡 那種 我們可以坐在那裡